我相信所有人小时候都在课本中学过纳达木大会 那是蒙古族一年一度的盛会 但相信你和我一样 只是听说过有一些隐隐约约的印象 蓝天 草原 一米八壮汉 但实际上我并不知道这个大会它怎么个开放 我们正在还中国自驾 从呼伦贝尔离开后进入到了西林郭勒 你说巧不巧 我们到达西林郭勒时 正好赶上了内蒙古自治区的纳达木大会 而这次经历彻底颠覆了我对于纳达木的印象 在大会上我还试图参与一把 差点就 完了完了 大兴安岭是我国二三级阶梯的分界线 从呼伦贝尔到西林郭勒的途中 真的有上阶梯的感觉 无论是林地还是草原 都服贴在连绵的山岭上 但当你登上了这级阶梯 地势忽然变得平坦 一望无际 视线中所有的线条 都在远处集中成为一点 这里是中国的第二大高原 内蒙古高原 我们在大小兴安岭时曾经感慨 森林如海而城镇像是孤岛 而到了这里 孤岛仍旧是孤岛 海面却变了颜色 苍绿化为翠绿 大地坦诚地铺开在我们面前 云勾勒出光的形状 天地此刻融为一体 穷尽木里也无法抵达大地的边界 从天四穷儒 由笼盖四野到天原地方 我们完全理解了先祖们对世界直观而朴素的认知 而此时此刻 我们似乎也正隔着这片草原 与古人对望 从呼伦贝尔一路走来 消除了我们对纳达木的第一个误解 我们本以为这是一个固定的大活动 在特定的日子就那么一场 但其实内蒙古各蒙各棋都会在夏天这水草丰美的世界 择日举办自己的纳达木 而我们要去的则是规模最大的自治区纳达木 相当于东西内蒙全明星赛 纳达木大会的正式比赛内容一共有三样 被称之为蒙古族男儿三逸的摔跤 骑马射箭 没错 都和打仗有关 连玩都得打着玩 你就可以理解成绩四汗为啥能够横扫欧了 还没到纳达木赛场 先震惊我俩的是这里的牛肉面 各位 这里21亿碗的牛肉面是这样的 这个牛肉面是真牛肉面了 有肉有蛋 黄标牛肉铺一整晚 纯纯的蛋白盛宴 终于到回场了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怎么人这么多 人太多了 你看一下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就是远处都看不到别人的那种 开幕是非常气派 马队车队摔跤手行进 盛大的文艺演出 甚至还有一桩飞行表演 没想到什么 纳达木还有一桩飞行表演 哇 节目挺丰富 不得不说乌兰图雅老师 有一种神奇的魔力 就是你虽然离得很远 但一听到他的声音 眼前马上就能浮现起 他唱歌时的表情 我们原以为开幕式就是纳达木的缩影 整体是庄重气派的 观赛是正经危坐的 颇有距离感 就像体育场的运动会一般 但实际上 当进入到比赛环节后 你会发现 它有点像上学时的趣味运动会 或者说现在的音乐节 观赛完全是随性的 不同的比赛分布在不同的区域 大家按照喜好凑堆为观 想要看喜欢的项目 那得提前站前排 这边好像要摔跤了 摔跤比赛是赛场中 最受人关注的项目 我吃面的时候就想 天天这么吃肉的人 得撞成什么样啊 大概撞成这个样子 千万别觉着他们看起来很胖 觉得很虚 真正可怕的就是这种撞胖 依据古籍和古话中的描述 我国古代许多知名将领 他就是这种体型 直到后来这种肚子 还被人称之为将军肚 哪有什么体脂不体脂 脂肪和肌肉全部拉满就完事了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 他们身后挂的彩条 是战斗力的象征 彩条越多战绩越好 摔跤手在对战时不留余力 这是对对手的尊重 即使摔过之后 双方也会马上抱在一起 大家都知道这是切磋 要讲武德 我们在来参加之前 就打听过了 游客也可以报名摔跤项目 明天应该不会有这种人的 人家都属于专业的 不是就是我们接触不到这种人 不用太紧张 他慌了他慌了 没有没有没有 不用紧张 游客参加的是业余赛 现场随机匹配对手 为此我们在前一天晚上 还做了专项练习 干嘛你怎么现学呀 不是我学点技巧 学点技巧 你这个佛小包也太凝湿了 你看这个很简单嘛 就是拉着甩嘛 在把住胳膊腋下 反手一把 拽着就是 你看他腿上这些小招 你看他这些细节 看见没有 四两拨千斤 你只要这个小技巧上到位 基本上的问题不大 嗯 这么一抓嘛 嗯嗯 然后就 甩 对吧 应该问题不大 完了我发现没有身体瘦小的人 参加这个比赛 来了 怎么感觉都练过一点 我等一个挑战者 冲来 Round 1 Lady GO 你看这个很简单嘛 就拉着甩嘛 这么一抓嘛 中老师内蒙的一生之始 太累了太累了 累在你那僵持的那个环节 看起来是静止的 但实际上都是互相用劲 纳达木真正让人动容的 不是他多火爆和热闹 我似乎太久没有看到一场 如此下沉 如此真实的全民盛会了 在时代的发展中 他变得越来越包容 越来越丰富 成吉思汗或许想不到 在几百年后的纳达木上 还会有草原足球 纳达木还有草原足球在 就是很原生态 因为这边的草场 它就比较自然 它不是像那种 球场里那种精修的草场 它凹凸不平 所以这球在地上就会乱弹 挺有意思的 男儿三异也不止属于男儿 哪怕是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大手 一出手也能够寄精全场 好准啊 这也太准了 在这里你会看到内蒙的飞夷项目 内蒙各地的特色服饰 甚至于所有你想了解的民族文化 现场的大家都会热情的介绍给你 在我没有深入接触纳达木的时候 我会对它产生一些误解 这些误解可能会让它本身 看起来更加朦胧 但来到这之后 我知道有一件事情 我完全没有误解 那就是所有人在参与的过程当中 所表现出的快乐 是绝对真实的 文化传承的载体 不一定是语言或者文字 它可以是文化本身啊 人们之所以会将文化传承下来 也是因为喜悦 所以你今天所热爱的生活 与千百年前厚重的文化 在本质上没有差别 从纳达木离开后 我们向南去到了内蒙古 著名的地质公园 我之前完全不知道 内蒙居然有火山 更让我震惊的是 这片草原曾经是一片大海 而证据就在我们面前 从大海到草原 这片土地都经历了什么 环形中国的旅程还在继续 现在关注一波 后面的路还长着呢